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江国家公园第一次通盘潜讨,目前正有内政部国家公园计划委员会审查中,对于台南城西野埋场第一至第四旗用地是否滑入范围及如何分区,台南是海宝局及地方各有意见,最后达成共识,一至四旗全书维持在台江国家公园内, 其中一四旗由一般管制区提升为特别景观区禁止开发,内政部营建署国家公园组长张维全今天邀及环保局台管处,地方NGO及在地居民县堪城西野埋场二三旗,由于地方强烈反对将城西二三旗滑出,环保局今天同意在维持现况使用下,不再坚持滑出, 最后做成以上结论,全案将提报内政部国家公园计划委员会审查,未来全案渴望照案通过,会看过程中,台南市与全会总干事郭瑞昌一度拿出台江垃圾国家公园海报表达抗议, 他说可以把垃圾场滑入作为国家公园,但绝不能把国家公园滑出当垃圾场用,强烈反对将二三旗滑出国家公园范围外, 台江文化促进会及社大台江三校执行长吴茂成,台南社大校长林朝成也认为, 二三旗因维持国家公园一般管制区,环保局科长秀瑞基则说,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只是过程不同, 二三旗先滑出,未来不再使用时,复育后再滑入国家公园,就像一旗一样,现在已复育成零。 由于地方强烈反对,环保局最后同意在维持既有掩埋一使用线矿及活化工程延长掩埋年限下, 不再坚持将二三旗滑出,至于一旗以富裕归还,四旗则尚未开发, 则一台管处及地方提议提升为特别景观区,未来将禁止开发。